2015年,马思纯和乌豪出演的《卓尔大伙》,马思纯也因此获得了不小的名气,而马思纯和乌豪也因牺牲情相恋了。 只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公开,而之后的七月语安生,更是让马思纯一举夺得了金马蒂影后,之后马思纯演技与名气大增,但是前一段时间,马思纯欧豪工作室却突然宣布,两个人已经和平分手,这让粉丝们一时难以接受。 面对分手计,本以为锦伯然与妮妮的分手,就够让爱豆们伤心的,马思纯和乌豪的分手,也是深深刺痛了爱豆们的心。 就在今年三月份,乌豪还在为马思纯庆祝生日,没想到公布恋情不到两年,两个人就选择了分手,重新做回朋友,可能真的是性格上不合,但真正的原因,还是只有马思纯和乌豪懂得。 而在分手之后,马思纯首次现身机场,上身穿着黑色T恤,下身穿着碎花短裙,手里拿着拖鞋保护套的手机边走边聊天,偶尔会看向四周,分手似乎给马思纯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,但是整体看上去起色还不错。 8月18日,马思纯接受采访,因为对于感情问题比较敏感。 班杰军发现,记者也只是询问了分手后是否对马思纯产生影响,这一个关于感情上的问题。 马思纯表示,分手后对自己的影响并没有太大,很OK,挺好的。 看来马思纯已经走出了分手风波,但是本次们还是对曾经马思纯和乌豪的爱情充满追忆。 时过,近千,既然已经和平分手,本次还是坦然接受吧。 自然的免责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